就这样吧 哎呦 我天呐 这也够损的 行了 够了 大老师是我职业生涯的 第一个就是 指路明灯 但是这点我觉得很酷 就大老师帮了人 但完全忘了 没有 自个儿都记本里头说 我帮过了一血 他什么时候报完 这项目呢 是一个中国西南地区的 山地城市 我们目前呢 是想做一个双心联动的结构 那么提出了这么几个要求 你这个实习 应该是四天左右的 这么一个时间 应该说时间很紧张 我会把你真正当作 我们这个项目组的一个成员 对我们项目组如何要求 就会对你如何要求 好吧 好 加油 听说你要去规划 对 我在想万一规划还做得很烂 就完蛋了 已经没有第二条命可以用了 对 我规划要做 规划做得很烂 我就完蛋了 我今天先做案例和前接 明天出个方案 后天签个膜出效果 大后天做个飞机图 是这样子的一个内容 然后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了 嗯 郭文 我觉得有几个问题 现在这个事就是没有查着 咱们就是之前定下来的一些 比较重要的那个思路 来往前推进 然后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速度有点慢 我们的压力比你大 你应该对设计师行业 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 规划真的跟建筑是两个量级的 老师 你们退线一般是退多少 一般是退十米 十五米 主干到十五米 四干到十米 对 好 虽然说项目本身是有一定的难度 和工作量也是比较大的 但是做自己熟悉的规划的内容 自己心理上就会有太大的负担 感觉心理会更有底一些 拜拜 拜拜 我相信你要是在规划的那个领域 你可能就是拿第一的 对吧 我是挺喜欢他的 我挺喜欢他能在北京院的 可以 我要的歌做很慢 我觉得完蛋了 因为他有家庭的那个经历压力 他确实觉得 就是这个 这个offer他再拿不到的话 就是 到哪都是熬眼 老师没有小伙伴的 哎呀 哎呦 这个好 我现在有个总图吗 我看一下 就是在現在這個 我覺得這已經比昨天 有很大的進展了 就在現在這個基礎上 再往下走一層 好 謝謝 你這個錄網挺好的 我覺得 什麼 我覺得你這個錄網挺好的 謝謝 我們就拿你這個錄網當底了 好的 恭喜 他到這兒好像 挺如意得水的 這一個是道路體系 整個錄網的話 還是呈現隔網工具 並且也是結合 我們現在這個 比較特殊的一個山地 這樣子的一個地形 進行的一些設計 這是一個天際線分析 上邊這個 是我們的東西向的一個天際線 南側的這個商務核心的最高點 設置為150米 整個的這個片區的高度的控制 北邊的這個核心的最高點 應該控制在150米 那麼南側這個核心 應該在100米左右 之前的一個任務書 可能建議是在北側的一個片區 做一個150米的 但是我在設計的過程當中 綜合考慮整個城市的能級和規模的話 所以我是希望能夠 將主要的一個核心 還是做為一個南側的這樣子 那北側的一個枢紐站點核心的話 它的高度 我是希望它能夠盡量低一點 同時的話 它與這個高度設計 與周邊的山體 是有一定的聯繫的 欸 笑起來了 我覺得國安基本功 還是可以的 然後對城市設計 總體有一定思路的 做項目的過程中 它也遇到一些問題 但是呢 並沒有打退堂鼓 就是它的工作態度很好 那做規劃的這個來說 它要是到咱們這兒來的話 有這個條件嗎 它是不是能達到咱們 院的這個offer的這個水平吧 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 陳國恩到了規劃院工作之後 工作的狀態以及結果 都跟之前在建築那邊的情侶一樣 幻彩新生 而且從我的角度來來說 我不懂啊 我極細地浮淺 我覺得它 它現在這個行業 比之前的酷 因為它能做整個那個 我喜歡和適合嘛 其實有時候你做很長時間適合的工作 你會非常喜歡你現在這個東西的 因為它這個積極的反饋 對於自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這跟找對象是一模一樣的 我就都認為適合比喜歡 我們重要更多 那大老師現在您是覺得 又適合又適合 我怎麼就這麼 別四合份呢 你說我的命 不要羨慕我 謝謝 這麼這麼快呢 我想說就是這件事 其實適合的時候 因為生活是延續的嘛 你會生活更多 更持久的一種快樂和滿足 其實入行的初期的時候 尤其受到認可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位朋友們 入行的時候 有哪位老師的認可 讓你特別的明記在心 我覺得演員有一個特點 就是他的那個 正反饋的來源 他是有不同維度的 有的時候 今天導演話 你說這個演得很好 那也要看導演 是一個什麼水平的導演 或者是就問你們在一起做這個事 是不是合你呢 以及最終觀眾能不能認可你這段 是一個特別選舉的事兒 有可能你今天在現場得了一陣可 你還挺美 然後一年之後 被觀眾罵的 得了一個一步吧 被觀眾罵的狗血淋頭 對 就這段 就是這段有問題 希望得到專業人士 對 這是第一步 一開始最起碼想從導演來說 對 對 已經過了 對 然後不過他也不再提要求的時候 是最慌的 就也不說了 最慌的是什麼 就是最上級後傳了一聲 再來一聲 就這個嗨 對 就這個嘆氣這個聲 太討厭了 還有一個聲是這樣 那一嘶的時候 我當時就這樣 就點個嘶兒嗎你 就這樣吧 這個 我天哪 這也夠損 行了 夠了 我以前有一次 我演完了一條之後 我自己沒有覺得特別好 或特別不好 後來那邊傳來一個導演 一頓特別難聽 因為我當時覺得我們導演 平時也不是那個爆脾氣 我插成這樣了 然後我中央難過的時候 我旁邊說 電影機串平了 隔壁組大人 夢了 雪芹這些剛剛開始 講脫口秀的時候 有特別在意反饋這件事 就是大老師 不是 我也不是您最開始的觀眾吧 大老師是我 我職業生涯的第一個就是 指路明燈 嗯 因為我是 因為得到了大老師的認可 才讓我就是 建立起了比較大的信心 真的 因為在你來之前 我都不是一個很沒任何的狀態的 無論是從觀眾還是從評委 還是從其他選手來說 在遇到大老師間 沒有那麼多正反規的 而且確實不咋地 你別去 就是很優秀啊 但是這點我覺得很酷 就大老師幫了人 但完全忘了 沒有 幫過幫別人 自個都記本裡頭說 我幫過了一雪芹 他什麼時候報恩 沒有 就是我就是覺得 我由心地覺得烈心很特別 然後又是正好中我的那個麥 然後我就特別喜歡 而且我著急 就有時候她說完那些笑話 我覺得特別好笑 沒一人樂就她一人樂 對 然後我就你們瘋了 你們聾了嗎 真的這麼好笑不笑嗎 然後 然後我就特別為她著急 當時我還那個 吳倫茨說一大堆那些話 然後我還覺得 是不是給人添亂了 當你很喜歡一個 很特別的一個存在的時候 別人不喜歡 你替別人遺憾的那個感覺 就特別強 她可能感覺到了那一點 對 雪芹特別幸福 她可能感覺到了那一點 那你後來節目播出了 然後就觀眾的那種 就潮水般湧來的時候 你 我說實話真的沒有 不如當時大老師的那個 那個反饋給我來得多 哇塞 你這個情傷真實 因為 因為大老師 怎麼成功 真情 真情告白 人家有真情 人張若寧崇拜 我是沒有 不是沒有原因的 今天是所有人 大老師粉絲見面會 所以職場初期的時候 來自於專業人士的 肯定會幫你樹立一個 第一步很重要的一個信心 那當然了 對 所以國恩在規劃院的這段 可以幫他恢復一下 之前在建築園 失去的那些信心 他會可以找補回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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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